这里说呢 一个质量10公斤的物体 放置于粗糙的水平地面上 那已知 这个地面跟物体之间的 静摩擦系数0.8 那动摩擦系数是0.5 如果说物体今天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外力邋遢 要我们描述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那你思考一下 这个物体它可能运动状态会是什么 一 静止 二 可能是向右滑行 那三 它可能被这个外力这样 外力太大了 把这个物体整个这样拉起来 飞到空中去 这三种状态 对不对 那我要分析它到底动还是不动 我们都要判断什么 判断有没有拉力啊 看我向上拉力 有没有大于它物重啊 看我向右的拉力 会不会大于物体的启动条件 就是最大静摩擦力啊 看我水平拉力 如果大于最大静摩擦力 那它就会运动 那它就还会加速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判断这件事情 那不管 不管你要怎么样去判断 我们免不了 一定要画一下它的力图啦 那这个物体来 我们分析这个木块 假设它是木块 有接触的话就有力嘛 这边一个 手的拉力 100牛顿 再来跟地面接触 这个地面就会给物体一个正向力 向上 大小多少我们还不知道 正向力叫n 再来因为物体它企图被向右拉动 那我们不管它有没有动 反正它企图向右 所以这个地面应该给它一个阻止 阻止它运动的力量 叫做摩擦力 那至于是动摩擦力还是进摩擦力 我们还不知道 待会分析才晓得 那最后 物体自己的重量向下 质量是10公斤 所以重量就是 100牛顿 好吧 我力图画完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那怎么分析 物体可能的运动方向是向右跑吗 对不对 或者是向上跑吗 或者是在这边静止不动吗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们来 应该这样子来处理 我把这个外力 把这个外力给分解到 水平方向 跟牵直方向 为什么这样分析 因为分解到水平方向之后来 3比4比5 这个力量100 所以这个水平分力 应该大小就是 80牛顿 那向上的分力大小就是 60牛顿 为什么这样分析 因为 等一下我去算这个最大进摩擦力啊 如果我的外力水平分量80牛顿 有大于最大进摩擦力 那就被我向右拉着跑 所以我们应该分解到什么 可能的运动方向 以及垂直的方向 好 分解完了之后来处理什么事情呢 今天我们来看Y方向 Y方向向下是100牛顿 那向上这边是不是有个N 跟一个60牛顿 那请问你 刚才我们说第三种运动状态 可能会被拉着飞起来 在这个图上看起来 是不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我向下的重量是100 那这个外力向上分量也才60 根本不可能被拉起来 所以它要么静止不动 上下不跳 要么它向右滑行 但上下也不会跳 所以Y方向应该向上这两个力量 相加等于向下重量 所以这个正向力的大小应该是 40牛顿 好吧 那我有这个正向力大小40牛顿之后 我就可以来找什么 因为我今天接下来要判断 我已经判断出Y方向 不会上下跳了 再来我们要判断水平方向 那水平方向的话 要看的是什么 这个物体的启动条件 就是它的最大进摩擦力 那最大进摩擦力 是进摩擦系数乘上它的正向力 那正向力 来 正向力的大小 这边是不是算出来是40牛顿 那进摩擦系数刚才这边有 底部告诉我们 进摩擦系数是0.8 正向力大小是40牛顿 所以我的最大进摩擦力 是32牛顿 好那你看 外力80牛顿 最大进摩擦力才32 所以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是不是就判断出来了 可以吗 所以我们这样写 因为 因为我分析X方向 分析X方向 因为呢 因为我的外力 是80牛顿 水平方向 大于这个物体的 最大进摩擦力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物体的运动状态应该是 正在动了 物体应该会运动 好那既然会运动的话 这个物体它所受到的摩擦力 不对它是要问运动状态 不对它是要问运动状态嘛 所以我已经分析出它在运动了 那它在运动的话 请问它是等数还是加速呢 我们再细部做一下讨论 只看X方向的话 来 只看X方向的话 今天我水平方向 力量 外力的分量大小 是不是80牛顿 刚才这边算的嘛 好那因为我物体 已经确定在动了 所以地面的摩擦力 应该是动摩擦力 动摩擦力大小 是不是动摩擦系数 乘上它的下压力 动摩擦系数这里 0.5 下压力在这里 40 好所以我的动摩擦力大小呢 只有20牛顿而已 拉力是80 动摩擦力是20 所以表示这个物体 一定会向右 运动而且加速 对不对 好那我就可以去算 加速度大小啦 处理什么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嘛 合力等于MA 我的合力多大 大的减小的 合力多大 80-20嘛 大的减小的 80牛顿减20牛顿 是物体所受到的合力 那这个物体的质量是10公斤 这个合力呢 可以让这10公斤的物体 产生A的加速度 所以我可以算出 这个物体会向右运动 而且是等加速度运动 而且它的加速度 大小会是6米每秒平方 好我们再重新头 看一次这个题目 因为我的外力是斜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解到 物体可能的运动方向 以及垂直的方向 那处理Y方向 可以发现向下一百 向上就应该也是一百 所以我得到这正向力的大小 有正向力的大小 就可以去算出 物体的最大筋摩擦力 接着我在X方向就分析 我拉力是80 结果最大筋摩擦力也才32 所以物体会被拉扯着运动 那运动的话 接下来我一样只看X方向的话 水平分力是80嘛 这边 拉力80 那它的动摩擦力 的大小算出来是20 所以物体受到了合力 向右80 向左20 合力应该就是60牛顿 合力等于MA 我就算出了 这物体的加速度